全世界最稀有的十种动物 神兽麒麟竟然真实存在 地球母亲孕育着自然界的万物 除了人类 还有许多其他形态相貌各异 既能飞天又能遁地的生灵 伴随人类文明的发展 一系列骚操作带来了各类环境污染和资源的过度开发 原本稳定的生态系统遭到破坏 很多动物数量急剧减少 甚至濒临灭绝 今天就跟着世界之最套 一起看看世界上十种最宾威灭绝的动物 也希望今天这条影片 能让更多的人意识到保护环境的重要性 让这些美丽的生灵 能够继续在地球健康快乐的生活 第十名 白尾路 你也许在电视上看到过生活在美国的白尾路 但这种白话白尾路 你可能真没见过 惯有全世界最美丽的鹿头衔的他 全身除了白色 再无其他杂色 甚至连鹿角都是纯白 就像神话故事里描述的 充满神秘色彩的灵鹿一般 令人惊叹 目前 他们主要集中在纽约一个名为塞内卡 古老的鹿军基地中生活 这个鹿军基地 在1941年的时候建成 幸亏有军方围栏的保护 狩猎者才无法将猎枪瞄准围栏内的白尾路 自1949年发现第一只白花白尾路后 截止到现在发现的白花白尾路仅仅超过200只 后来 基地废弃后 这里就变成了野生动物保护区 我想 如果想更好地保护这些自然精灵 可能还需要更多政策法规 社会群体的共同努力 第九名 黑白海豚 新西兰黑白海豚体长1.2至1.6米 体重40至60千克 不仅是全世界最小的海洋海豚 也是最稀有的物种之一 新西兰科学家詹姆斯·海克特 是第一位考察和研究该物种的学者 所以 他们也就被命名为海克特海豚了 你能看到 他们拥有独特的黑色圆角背棋 就像米老鼠的耳朵一样 特别可爱 根据世界野生动物基金会的数据 目前全世界尚且存活的海克特海豚 在南岛株种群只剩下大约7000只 其中 北岛亚种仅仅只剩60只 除此之外 因为栖息地的减少和人为违法捕捞 这个数量还在持续下跌 为此 新西兰政府已经设立了两个保护区 严格禁止体育赛事和商业化渔业捕捞 为这些海豚的存活和跃动提供帮助 希望这些小家伙们能继续在海里 自由自在地游下去吧 第八名 黑狮子 对于狮子这种顶级烈士者 你是不是也曾想过 或许其中某个亚种 它们会拥有帅气的黑色皮肤 就像电影里出现的那样 全身黑色 更添一份危严紧张的感觉 但事实上 非常失望地告诉你 网上所有黑狮的图片 基本都是人工合成的 因为黑色狮子的基因 在物种进化的过程中 不怎么可能流传下来 因为基本不具备任何的基因优势 你不妨想想 在广袤棕色为主的大草原上 机敏的猎物看到这个黑色的大家伙 一溜烟就跑掉了 而黑色的狮子 由于无法捕猎生存 只能被淘汰 在自然界 蜜毛颜色最接近黑色的狮子 是埃塞俄比亚狮 但仍然无法达到纯黑的标准 不过 倒是有白色的狮子存在 但这都是人工干预的结果 并且这些白色狮子 只能生活在动物园里 无法适应野外生活 第七名 达尔文瓦 数百年前 达尔文在世界航行的途中 发现了一种 在南美洲河流近旁 阴暗潮湿的山林中 生活的小型青蛙 它们有一个三角形的头部 身披光滑的皮肤 多成灰色 绿色或褐色 最与众不同的是 它们有着独一无二的 培养后代的方式 达尔文瓦会先将卵 放在熊蛙的生囊中孵化 直到变态发育完成后 再从口中吐出 蜕变完成的小蛙 据研究 达尔文瓦已经在地球上 生活了约4000万年 远比人类生活的时间 还要长 但由于人类 对它们栖息地的 大面积破坏 它们的生存 受到了严重的破坏 虽然它挂着 极度宾威物种的明显 但自1981年以来 再也没有人 发现过这种青蛙 我也不太想相信 不过它们可能 真的已经灭绝了 第六名 中国大荣源 大荣源是世界上最大的两气动物 曾见证了恐龙时代的昌盛 也躲过了恐龙时代的物种大覆灭 一直到现在 仍然还生活在这个星球上 是妥妥的活化石 在400多种大荣源里 中国大荣源是体型最大的一种 体长可达1.5米 寿命能超过60岁 它们主要以昆虫 蠕虫 蜗牛和一些小动物为食 日常要靠皮肤来吸收水分 所以生活环境一般比较潮湿 当环境温度 跌到零下摄氏度以后 它们便会进入冬眠状态 而近些年来 由于人类的大量捕杀 它们的数量 已经在负灭边缘徘徊 所幸 政府现已将它们列为 国家一级保护动物 在严格的保护措施下 期待它们的数量能缓缓上升 衷心希望 这种已经在地球上 生活了几亿年的生物 不要因为人类的贪欲而灭绝吧 第五名 菲律宾鳄鱼 还记得 我们曾经讲过世界上最大的十种鳄鱼吗 不过现在要讲的菲律宾鳄鱼 和它们相比起来 只能算个小个子 这是一种 只在菲律宾本土分布的鳄鱼品种 成年个体体长约2.4至2.7米 体重约15至36公斤 雄性个头比雌性略大 卵生繁殖的它们 会在岸上堆土著巢 缠短 当幼鳄从蛋中孵出 它们会捕捉昆虫 和一些小的无几椎动物 来养活自己 它们的攻击性不强 但或许就是因为这个原因 当地人会大量捕杀它们 说白了还是人类的贪欲 追求那些鳄鱼皮 做成的包包和皮革制品 有了买卖也就有了杀害 独守最终还是伸向了 这些无辜的生灵 再加上大量栖息地的人为破坏 菲律宾鳄已经是全球 最宾威的鳄鱼品种 在1995年的调查中 它们的野生成年个体 已经不足一百只 时至今日 没有人知道这些家伙 还在不在还有多少 第四名 查科野猪 在大家都以为 查科野猪已经灭绝的时候 数年前 两只查科野猪宝宝 出生于布拉格动物园 为拯救这种宾威物种 卖出了重要一步 查科野猪属于哺乳动物 浑身长满了浓密的毛发 它们有着极其坚韧的鼻子 还配有獠牙 用来压碎种子和切片植物 这种相貌看起来奇奇怪怪的 动物真正有趣的地方是 它们会散发出一种 超级难闻的摄香味 不过这绝对不是 它不爱干净所以发臭 这可是它们为自己 量身定制的体位 为的就是赶走天敌 保护自己 除此之外 它们还热爱组队 一般就是一个十只小团队 一起在外觅食游荡 不过 由于人类的过度捕猎 包括对栖息地森林的大量砍伐 原本数量就不多的查科野猪 一直在减少 目前各大欧洲动物园已经启动了一项生存计划 开始在动物园定期人工繁殖它们 七个欧洲大型动物园目前共计有37只查科野猪 第三名 回旋窝丛猴 回旋窝丛猴的名字听起来很奇怪 不过从长相来看 却是个可爱的小家伙 它们个子很小 稳长 两只黑色的眼睛又大又圆 就像狐狸一样 还有一根长长的毛茸茸的尾巴 完全就是人类容易喜欢上的动物类型 平常 它们大部分时间都在树上闲逛 白天会用来筑巢 偶尔肚子饿 兴趣来的时候就抓几只昆虫吃 作为一种灵长类动物 就像黑猩猩一样 它们对我们人类进化过程中的科学研究 具有重要的意义 但是 因为它们的主要栖息地 刚好就在坦桑尼亚 那个地区由于鼓励农业发展 大量的森林被砍伐于侵占 这让回旋窝丛侯的生存 受到了极大的威胁 从1996年最后一次 出现在公众视野后 已经有近30年没见过它们现身了 第二名 古巴大漏斗尔蝙蝠 其实 不是所有的蝙蝠都看起来很令人害怕的 比如 这种在古巴发现的 名叫大漏斗尔蝙蝠的品种 就是个例外 它们拥有一双大而深的耳朵 看起来好像漏斗一样 有时候这对耳朵 甚至能把它们的眼睛遮起来 像个害羞的小家伙 就挺搞笑的 据研究 它们是一种进化不完全的蝙蝠 这样说好像不太尊重 或者说 它们是一种相当古老的蝙蝠品种 科学家推测 或许是在进化的历程中 它们适应了高温溶洞类潮湿而炎热的环境 所以拥有了现在与众不同的模样 但 因为它们对生存条件的要求比较苛刻 类似的溶洞数量越来越少 所以它们已经是世界上最罕见的蝙蝠之一了 不过 前段时间 一支探险队在古巴的一个山洞里 发现了一百多只大漏斗尔蝙蝠 令人惊喜 第一名 跨河大猩猩 如果你对野生动物感兴趣 那我想你大概听过 珍妮和黑猩猩 朝夕相处38年的传奇故事 对人类来说 大猩猩是基因序列最接近人类的物种 研究价值很高 但因为人类对它们栖息地 放肆的破坏和侵占 目前很多大猩猩鼠类都已经濒临灭绝 而跨河大猩猩 就是其中很不幸的一员 它们是一种主要栖息在刚果盆地的大块头 随着人类工业化的进程 它们生活的森林遭到大量砍伐 而它们本身也被人类大量狩猎 因此数量急剧减少 目前仅剩下220至300只 几乎已经走到了灭绝的尽头 如果未来刚果人民共和国 不主动采取有效的措施 那么它们的命运终将沦落 进这个星球既往的历史里不复存在 你或许曾经在网络上看到过 有一只身披蓝色皮毛 栖息在蓝天之上的绝美羚羊 外形与古代神话中的麒麟神兽一模一样 日常喜欢沐浴阳光 在糖果般的云朵上踩踏 品尝甘甜的雨水 生活试过得自由自在 无拘无束 其实它的名字叫云羚羊 并不是传说中的麒麟神兽 而是福恩玩具公司制作出来的奇妙玩具 虽然如此 但它却是一种期盼 期盼着这颗蓝色星球上的所有生物 都能如同云羚羊一样 自由自在地遨游在天地之间 无忧无虑地茁壮成长 也期盼着拥有这只玩具动物的孩子们 长大之后看到的还是一个美丽的星球 而不是一片只剩人类的机械废墟 好了 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所有内容了 不知道以上这十种最细有生物 哪个让您印象最深刻呢 看完视频后的你是否会更加注意保护环境 欢迎在下面的评论区里告诉我们 如果您喜欢这期视频 欢迎点赞加订阅 也欢迎分享给你的朋友 感谢您的收看 我们下期再见